张柏芝终于哭住说出俩儿子的生父是谁,却无奈那个男人已经是别人的爸爸。 张柏芝在当初的那个年代清纯动人,男明星们对她的种种追求当然是必不可少,那个时候陈小冬、陈小春曾经都拜倒在了她的十六群下,但是张柏芝最后却选择嫁给了帅气的谢霆锋。 当时两人被称作为是金童玉女士娱乐圈很有颜值一对夫妇,他们美满幸福生活在一起,让很多人的羡慕。 张柏芝自从和谢霆锋离婚后,就撕破了脸皮,尤其是谢霆锋和王菲复合后,三家粉丝一有新闻就会捆绑在一起。 随时随时随地开启CX大战,简直令人无语,好歹张柏芝和谢霆锋还有两儿子,不怕儿子知道爸妈关系如此恶劣,影响孩子成长吗? 哥哥瑞克斯的出生,令张柏芝和婆婆迪波拉关系缓和,奶奶疼长孙嘛,而瑞克斯的雀长得帅,完美继承了张柏芝和谢霆锋的美貌基因。 Quintus其实和奶奶迪波拉长得像,迪波拉也是美颜非凡的一名美女,Quintus颜值不如瑞克斯高,这好像是谢霆锋的病率。 前不久张柏芝就特地上节目,终于苦主说出,俩孩子都是谢霆锋的,那些照片在婚前拍的,当时候还没跟谢霆锋谈相识。 张柏芝,英文名,Picilia Chiang-Tek,Chai,1980年5月24日,经常被写为张柏芝,白是白的一体字。 香港著名女演员及女歌手,拥有四分之一英国血统。张柏芝是左帖子。